《東南衛視海峽衛視並激直播》 觀眾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東南衛視海峽衛視並激直播》 的《海峽舞報》 我是管毅 來看新聞 20國集團領導人第18次峰會 1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閉幕 峰會通過20國集團領導人 新德里峰會宣言 承諾採取切實行動 應對全球挑戰 宣言表示 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 層出不窮的挑戰和危機 逆轉了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進程 宣言強調 支持可持續包容和公正的 全球轉型的發展模式 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 宣言說 20國集團領導人決心以夥伴關係 推進具體行動 並承諾 加快實現強勁 可持續 平衡和包容增長 全面有效落實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宣言重申通過重振多邊主義 改革和國際合作應對挑戰 確保發展中國家在 國際經濟和金融機構決策過程中 有更大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重申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 多邊貿易體制 反對保護主義 為各方營造有利的貿易和投資環境 推進 世貿組織改革 在2024年前建立運轉良好的 爭端解決機制 確保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 互相支持 符合世貿組織和多邊環境協議 宣言呼籲發達國家 旅行官方發展援助承諾 表示支持聯合國2023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 強調落實 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宣言歡迎非盟成為20國集團永久成員 將通過20國集團杭州峰會 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倡議等 繼續支持非洲 20國集團領導人 下一策峰會 將於2024年11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 白石縣轉向台灣島內 民進黨當局在島內持續渲染戰爭氛圍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軍明年義務役士兵將增加9100多名 不過有島內學者指出 根據台防務部門預算書 明年台軍志願役官士兵預算元額 比今年減少5187人 形同減少近10個營的志願役人力 這或將對台軍的戰鬥力造成衝擊 台灣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接中表示 根據近幾年的台防務部門預算書 2020年台軍志願役官士兵的預算元額 為169,317人 逐年上升至今年的171,422人 但是明年預算元額又降為166,235人 比今年驟減5,187人 接中稱台軍志願役人力大幅減少 對明年戰鬥部隊的人力造成衝擊 台媒報道指出 台防務部門預算書並未解釋 志願役預算元額為何減少 不過接中研判 可能是台軍志願役人員提前離營的情況 並未緩解 甚至可能更嚴重 因為士兵們寧可支付賠償 也要提前離營 台防務部門因為志願役士兵提前離營得到的 賠償收入上升為1.9億元型台幣增幅為9% 不過明年台軍官士兵預算元額總數不減反增 因為有9100餘名義務役士兵加入 但接中指出 台軍義務役人員擔任的是守備任務 主要作戰任務是由志願役人員擔任 明年台軍志願役人員若真減少5187人 對台軍戰力所造成的損害 不是義務役人員加入就能彌補的 另外未來3到5年內 台軍將接收至少15種新裝備 若出現志願役人員快速減少現象 對新裝備戰力形成與後續維護保養 都會造成不利影響 此前民進黨當局將台灣義務兵役期延長至一年 在島內引發爭議 國台辦發言人曾對此表示 民進黨當局操弄義務謀獨巨統 配合外部勢力把台灣青年推向戰場當炮灰 只會加劇兩岸局勢緊張動盪 只會損害台灣民眾的安全福祉 注定以失敗收場 台行政機構所謂中正紀念堂 轉型推動項目小組成員 10號在台媒投書 聲稱2024大選參選人 沒有提出所謂轉型正義政策 領導者缺乏政治意志與能力 讓所謂的轉型停滯 台行政機構發言人則是煞有介事的配合說 蔡英文判任期結束前 所謂轉型正義工作能再有所推進 台行政機構發言人林子倫稱 所謂中正紀念堂轉型推動項目小組 五月底進行討論充分交換意見 由台文化部門就中正紀念堂組織定位 所謂轉型正義基本價值與策略思維 參照各方意見提出轉型方案 規劃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原則與外界溝通 林子倫聲稱 民進黨當局將持續推動落實相關工作 蔡英文已表態任期結束前 所謂轉型正義工作能再有所推進 目前除了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規劃辦理中 其余涉及所謂轉型正義法制完備等各項業務推動 台行政機構將加速進行 近年來隨著民進黨當局不斷鼓吹所謂轉型正義 島內的蔣介石銅像也屡遭破壞 國民黨方面譴責民進黨當局持續操弄去講話 以為以所謂轉型正義扭曲和忽略事實 根本是假正義真清算 而島內網友對民進黨當局推動所謂轉型正義 也批評是吃飽了撐得沒事找事 正事不會幹只會搞意識形態 來關注台灣2024選舉的相關消息 剛剛過去的週末 國民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侯友宜 請跑行程 9號晚間她邀請藍營施政縣市長 在新北板橋參會 10號她則是出席桃園嘉義同鄉會造勢活動 侯友宜邀請藍營施政縣市長進行參會 除了蔣萬安因台北發生民宅塌陷事件 無法出席外包括五黨籍苗栗縣長中東景等13位縣市長全員到齊 另外也傳出侯友宜的全台競選總部10月將成立 由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接長主委 而朱立倫出席參會時也表示 希望設立各縣市的競選總部並研究選戰策略 我們當然要拜託每一位縣市長來主導未來的選戰 在各地方的選戰 另據了解 包括謝國良 張立善也都向媒體表態 願意盡最大力量接任縣市競選總部主委 藍軍大團結已越來越有雏形 市長會來登任縣市的主委嗎 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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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當他侯主黨的主委嗎 看總部怎麼安排我們就怎麼配合 10號上午侯友宜又馬不停蹄地出席 桃園嘉義同鄉會造勢大會 一場造勢大會湧近三千人到場力挺 要幫侯友宜拉台氣勢 台灣民眾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 柯文哲近日爆料 賴清德在五年前擔任台行政機構負責人時 曾親自拜訪他 要他別反對改深澳電廠 否則台灣缺電 沒想到兩周後賴清德就公開改口 柯文哲因此痛批賴清德誠信不足 賴清德話講得很開 但是遭到柯文哲嘲諷 柯文哲批評賴清德讓台南避案頻發 更說他沒誠信 柯文哲指的就是深澳燃煤發電廠 2018年賴清德在擔任台行政機構負責人時 一度替深澳電廠背書 而賴清德此番表態沒多久就公開改口 柯文哲搬出陳年往事 批評賴清德講話變來變去沒有誠信 另外外界關心的藍白河議題似乎有了一些進展 據台灣媒體報導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邀請柯文哲喝咖啡 外界預估侯科會的時間點 可能會落在9月下旬至10月初 我們有透過幕僚已經提出來這樣子的一個邀請 我想柯主席跟我也是這個救世嘛 我們都可以坐下來談 平常就有認識有在聊天 其實隨時都可以碰面來 另外柯文哲還被媒體問到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樂意擔任統估 促成所謂在野整合 我跟韓國瑜本來就很認識 柯文哲說自己跟韓國瑜認識很久 坐下來聊一聊談一談也還好 面對可能的藍白河 柯文哲展現積極態度 根據台選部門的公告 從9月13號至17號開始受理 聯署參選台灣地區政府領導人的申請 對此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表示 目前正案既定行程安排 不過曾為郭台銘站台的 台衛生部門前主管楊智良 日前投書台媒呼籲郭台銘退選 郭台銘走訪台北饒河街夜市 與貪商及民眾互動熱絡 被問到聯署站點的部件進度 郭台銘表示 目前正按計劃進行相關設置工作 雖然外界有人認為很凌亂 但其實是有步驟 郭台銘還表示 他出來是為了台灣民眾服務 不是為了做官 為民服務的心意 永不放棄 絕不改變 郭台銘請走基層拼選票 只是現在自己人卻倒戈了 台衛生部門前主管楊智良 在8月底還以智庫的身份 為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站台 表現出支持郭台銘投入2024選戰的姿態 然而僅僅過了10天 楊智良在台灣聯合報發表專文 向郭台銘喊話稱 郭董 放下吧 楊智良表示 8月接到郭台銘的電話 當然不能一開始就勸他退選 於是提醒他要提出民眾有感的政見 楊智良還在文中指出 郭台銘沒有政黨的澳元 建議把聯署的錢捐到健保愛心專戶 巧巧地來到一起在相同的議題 但也巧巧地分手來自於不同的表達理念 你們再把那個文章再讀一次 對不對 我沒有一句話 我從頭到尾沒有要他退選 但是那個話他應該聽得懂 他是個聰明的人 楊智良表示 若是郭台銘執意參選 定會傷害多數民眾下架民進黨的願望 所以在為郭台銘站台時也和他說 自己可以為他宣揚政見 但不會喊出當選 如果郭台銘的政見能夠感動民眾 自然能水到渠成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的一處工地 因施工不當 導致附近民宅7號發生傾斜塌陷 台北市政府緊急撤離並安置當地住戶超過400人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10號下午受訪表示 經過計師工會的鑑定 民宅沒有安全疑慮 雙號住戶如果願意當天晚上就可以返家 大直房屋倒塌第四天 雙號戶最新屋況也曝光了 這間車庫牆壁瓷磚 鞋櫃旁的地板多出好幾道裂痕 還有從工地延伸出的馬路接縫處軍列 單對受災戶來說至少能短暫回家 出動購物車推車來帶走家當 因為11號就是星期一要上班 我是輻射器 所以我要把人台工具箱什麼都要拿出來 就是對啊拼很久拼足 對對對就是有一些回憶啦 然後或是朋友送的東西 還有這位出租四戶的房東太太 忙著張羅租客補貼給他們一人一千元的紅包 很驚訝蠻開心 就是也不是房東太太的問題 就是建商意外嘛 10號一早工地灌將甜品完成 再進行管線作業 一弄南側雙號已經有水電瓦斯 一弄單號以北 還有一周才會有瓦斯 如果安全的話 我們如何架設這個從我們道路到我們現在二樓的這個樓梯間的窗戶的入口 是不是可以把它這個破壞打成一個更大的入口 然後能夠用站道來銜接 那麼由安全的人員 由我們救災的人員來進入協助住戶進入來取物 也就是說單號戶還要再等等 清協建物杜發局也將討論研議要拆除 至於安置戶數200零一戶 其中大直街94項一弄雙號部分安置43戶共101人 根據了解63人願意回來38人不願意 畢竟看到房子對面矮一截這陰影真的難以抹滅 臺北市大直街建案施工出包 附近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涉事的基泰建設公司高層直到10號下午才出面開記者會 董事長10分鐘內三度鞠躬直前並宣布辭職 之後快閃離開 十分鐘內三度鞠躬 對於台北市大直街的居民們應該說的是抱歉 但是他說的卻是感謝 而接著就宣布辭去董事長一職 承諾會擔下所有責任 而且不會推卸 但是講完話他立刻起身快不離開 外界有很多話想問 但是基泰開的卻是快閃記者會 現在用的現金只有29億 後續的費用怎麼處理 就在基泰高層開記者會的同時 基泰的總經理特別助理 則是前往安置旅館 跟受災戶開了第一次協調說明會 但是在未來安置地點 以及提高慰問金等問題上 基泰沒有給出確切答案 引起了住戶不滿 民房塌陷讓住戶一時間無家可歸 未來該住在哪兒住戶越講越氣氛 雙方的協調會成了情緒發洩會 民進黨當局日前公布台灣8月的出口 額減少7.3% 這已經是連續12個月呈現衰退 凸顯島內經濟情勢嚴峻 但民進黨當局官員卻輕描淡顯 自我安慰說 8月出口衰退幅度是近10個月最小 暗示年底前出口就可能轉好 對此 台灣聯合報發表社論批評 原本因慎重以對的經濟課題 民進黨當局卻因為島內大選的因素 報喜不報憂 甚至粉飾太平 文章指出 今年台灣的出口表現 外銷訂單與經濟成長率預期 均是蔡英文上台以來最糟的 這讓民進黨當局號稱 經濟20年最好的牛皮吹破 蔡英文上台之初承諾要讓台灣 加速融入區域經貿整合 但進展有限 對台灣出口的不利影響逐年提升 台灣出口連石二黑 難以計數的勞工生計受到影響 而為了粉飾經濟變差 民進黨當局透過各種大撒幣政策 以降低民眾的不安 但這都是一時的安慰劑 台灣民眾終究得面臨景氣不佳的考驗 市政最怕誤判形勢與選錯要方 台灣經濟處於嚴峻的時刻 民進黨當局一邊低估外部環境 另一邊則是以拼選舉的思維來拼經濟 台灣民眾黨明代邱晨遠就提出質疑 明年台當局預算案中 媒體政策及業務倡導等大內宣經費 高達21.6億元新台幣 比去年再增加約2億元 邱晨遠指出 爛編大內宣經費 照顧特定媒體及變相洋網軍 並攻擊對立政黨 形同為自己陣營助選 台灣中國時報的評論感嘆 台灣的命運走向經濟產業的破碎凋零 美國軍力的滲透控制 戰爭的大舉躍進 這早已寫在民進黨的政治DNA裡 唯有下架民進黨 台灣才有希望 以上就是今天對於台灣媒體相關報導 和評論的書裡 繼續來看新聞 據台灣媒體報導 台灣的登革熱疫情嚴峻 今年以來光是台南市就有5000多例 而且也逐漸往北蔓延 台灣西部的15個縣市全數淪陷 都出現病例 不放過每個角落 台北市環保局人員 全副武裝噴灑消毒液 因為台北市再出現登革熱確診個案 台北市登革熱疫情已經出現了 境外移入28例本土有12例 累積了40例的確診病例 在12個行政區當中 只剩下內湖區沒有淪陷 以往台北市的登革熱病例都是零星個案 但是今年還沒達到高峰期 本地病例就已經是雙位數了 再看看全台灣的病例分佈 台灣西部15個縣市都有本地登革熱病例 這數據是8年以來最為嚴峻 台南市最多已經突破了5000例 雲林縣排第二有329例 高雄市也有200多例 北市來講因為人口密度是更高的地方 那當然假如說蚊子的這種密度 比較高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台中以北都是所謂的白線斑蚊 那白線斑蚊來講它的這種傳染力 從確診病例的行動軌跡來看 很多台灣北部的病例都有南部活動式 再加上出入境解封 讓登革熱比過去三年還難防 目前已經出現第一型 以及第二型登革熱病毒 而且就算感染過了 也還是會重複感染 我們目前還是不認為有本土 還是以清除施生源 然後減少病例為主要的一個偵測 台灣南部的登革熱病例比較多 感染不同的一個登革的型別 但偏承重症的機會比較大 也有專家點出 11月份台灣恐怕會再有一波登革熱流行期 全球暖化也是疫情加劇的因素 特別是高風險族群發病後3到7天 若持續出現嘔吐 腹痛 肝臟腫大等症狀 應該要緊速就醫 平時疏通水溝消毒環境也是關鍵 東南衛視台海資訊節目 在今日頭條和微信都開設了官方帳號 您可以掃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 在今日頭條開設的官方帳號 掃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海峽新幹線微信公眾號 第一時間獲取更豐富的兩岸資訊 好的 接下來是廣告時間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來黑管打倒魚啊 上網的 大伙來品嘗啊 今天我們走進帶魚罐頭原產地 讓您看得真真實實 吃得明明白白 原價199元10罐的五箱帶魚罐頭 現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廠長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讓您帶回家 請立即拨打秒山熱線4007102826 首先 清洗 清洗完以後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個小時 為的是殺菌去腥 我們的帶魚去頭去尾 指流中斷 油炸好的帶魚 撐重裝罐 保證每一罐都足筋足兩 再把我們熬製好的油 放到帶魚罐頭中 讓帶魚更加鮮美 罐頭經過真空滅菌 是沒有細菌了 這樣吃起來更健康更鮮美 帶魚蓋膠飯 帶魚拌麵 是老少皆宜的營養佳品 現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請立即拨打秒山熱線4007102826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沒有任何魚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吃都特別嫩 並且特別的緊實 早晚熬個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個米飯 吃得特別香 而且帶魚是深海魚 對我們身體也特別好 我家小水女 一天能吃兩罐 帶魚罐頭確實好 魚子一股特別酥脆 看著電視上的漁民挺實在的 我就多買了幾箱 花10罐的錢 就能買到30罐 真實惠 這會正好趕上搞活動 我一下子就買了兩大箱 原價199元10罐的五箱帶魚罐頭 現在199元就能得到30罐 請立即拨打秒山熱線4007102826 深河五箱帶魚罐頭 原價199元10罐 今天我們給您爭取到了重磅福利 199元整掌30罐 只限200組 電話正忙庫存急速將 趕快拨打屏幕上的電話搶購 跟著我一起團 十六層的辣椒好 我們十六層的辣椒又香又辣 文化這邊具有獨特的地理優勢 它種出來的辣椒皮厚 辣度高 早晚作業溫差大導致形成 它辣椒裡面的物質沉澱比較豐富 村民們通過了辣椒種植 在延幼的基礎上增加了它的經濟效益 辣椒紅了日子也火了 接下來的話我們想引進更鮮豐的設備 讓我們的產品更具有競爭力 通過這25年來的不當地摸索 以創新 我們就盡了我們自己的努力 爭取讓我們的十六村 成為全國辣椒第一村 一代添椒香萬家 地道美味名化名產 石牛村辣椒一村一品 福農優品 歡迎回來 這裡是由東南衛視海峽衛視併機直播的海峽五報 來關注國際方面的消息 據摩洛哥內政部當地時間10號發布的最新數據 該國8號深夜發生的強震已造成2122人遇難 令有2400多人受傷 世衛組織稱此次強震影響超過30萬人 目前搜救行動還在持續進行中 摩洛哥內政部表示 該國武裝部隊和緊急服務部門 正努力抵達受災最嚴重的山區居民點 展開搜救行動 與此同時 第一批外國救援人員10號抵達災區 支援症候救災工作 摩洛哥內政部表示 目前救援隊正在使用重型設備 加速搜救被困在廢墟下的幸存者 內政部官員稱 一些傷亡較嚴重的村莊位置偏遠 而且交通不便 給救援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我們要求救援工作 尤其是海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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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是最阻 만 kişi 我們希望他們 每次都可能會 搭配這些道理 去趕快 text 媽拉喎十紅心院會 負責人10號如oup 目前無法得知 地震廢墟下 有多少人被困 災區居民需要大量的水 食物和帳篷 另外由於強震 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醫療機構 用血需求激增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摩洛哥 历史名城马拉喀什 当地居民表示 10号当天仍然感受到明显的余震 除了大量人员伤亡外 地震还破坏了老城区的一些古老建筑 许多居民的住宅也不同程度受损 当地民众由于担心震后房屋结构不稳 以及可能再次发生余震 因此不得不在户外过夜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一件脏衣服 污染全家人 衣服混血会交叉污染 屋子钻入纤维底层 新太子升级喜业 首创威力尽科技 深入纤维底层 清除交叉污染中的纳米屋子 新太子已经到底超越所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号 在印度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 土耳其正继续就俄乌冲突等问题 展开外交努力 在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问题上 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进程 是不可持续的 埃尔多安表示 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方面的代表 将就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举行会谈 不过他没有说明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 从当地时间9号到10号之间 美国在叙利亚的非法驻军 再次倒运新一批叙利亚石油 并将其运往美军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叙利亚危机发生十多年来 美军至今仍然霸占着叙利亚主要产粮区和产油区 导致叙利亚境内严重能源短缺 根据叙利亚官方公布的数据 叙利亚2022年上半年石油产量的80%以上 被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势力偷走 叙利亚外交部将美国这一做法成为海盗行为 当地时间10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他最早将于13号改组内阁 不过岸田没有透露人事调整的具体内容 去年以来岸田内阁丑闻不断 多民阁聊被指存在政治资金运用 竞选活动违规等问题 岸田本人也被曝出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 有近百张空白发票 美日新闻8月底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岸田内阁支持率下跌至26% 连续两个月处于30%以下的危险水域 匈牙利国家救护车服务中心10号表示 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匈牙利中部城市 赛克什百宝举行的航展上坠毁 机上两人全部死亡 据了解 涉事飞机是一架1951年制造的特洛伊型飞机 飞机撞击地面并发生剧烈爆炸 有报道称 飞机上两人是一对父子 好了 今天的海啸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是管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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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电影 明天你将继续入海 仍会遇见狂风 寒潮 暴雨 去浪 它们淹没不了你 你将变成战里的风帆 想到永远会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用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它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安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党 人类文明新形态闪耀东方 照亮世界 总书记发出了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伟大号令 贯通旧邦与新命 传统与现代 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代转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为人类文明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 今晚 跟随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一起领会如何共同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明镜与点点栏目